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史上最年轻的警监张海俊来说 黑夜不过是霓虹色的白日 她拥有美满的家庭和糟糕的睡眠 妻子是史上最年轻和反应堆操作监督员 美丽聪慧 但在这完美和谐的表现背后 却是机械无碍的生活 她和妻子分居两地 只有周末才能见面 做爱仅仅是为了维持婚姻的激情 交流仅限于日常话题 不曾真正触碰到彼此的心 所以当宋瑞来出现的时候 海俊沉睡已久的人类之心 罕见地跳动了 瑞来是一桩赘亚案的嫌疑人 死者是她的丈夫 一个热爱登山的非法书境管理员 年龄大的可以做她的父亲 瑞来则是一所护工机构的王牌 细心体贴 广受老人们的好评 每周的固定时间她会去不同的患者家上门服务 案发当天是周一 监控拍下了她的不在场证明 而护工机构的电话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 得知丈夫死后 瑞来并没有流露丝毫悲伤或者惊讶 甚至没够多久就取下了婚戒 正常上班 这一方面引起了海俊的怀疑 一方面也让她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死者生前经常挑看不见的地方家暴她 然而即便被打成那样 她也会在医生面前笑 在被闪讯的时候 说到不顺口的韩语也会笑 她还选择用照片来了解丈夫的死状 亲眼直视阴暗可不的场面 这一点和海俊一模一样 她想她能理解她为什么不哭 她的背伤如滴墨入水 慢慢晕开 她在护工机构外凝望着她 感觉到自己和她如此靠近 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看见她望着鱼的温柔眼神 但这种吸引力很快就被案件进展切断了 死者的指甲内有她的DNA 她解释那是因为她讨厌山 不想和丈夫一起爬山 所以发生了争吵 两相争执 丈夫挠到了她 她掀开裙子 光洁的腿上几条刺眼的脑痕 似勾引却无辜 海俊问她 为什么那么讨厌山 她便用翻译软件一点点告诉她 孔子说过 智者要水 忍者要山 她不是忍者 她是一个喜欢海的智者 在海俊眼里 她就像海一样 狡猾 神秘 自在 危险 却附着一层美丽无害的皮囊 审到了餐点时间 她给她点了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点的寿司豪华套餐 下属看到都惊到了下巴 原本她是为了调查案件而跟踪瑞来 但渐渐地 她的心思却不再调查上了 她的身影占据了她的每一个不眠之夜 某天她用不舒服的姿势睡着 任由冰淇淋画在桌子上 某天她罕见地流下泪水 某天她用一桶沙土埋葬了被猫杀死的小鸟 最后她听到她对小猫说 把那个警官的心带来吧 在她的幻想里 她来到了她身边 为她接烟灰 伴着她入睡 现实中她久违地射了一个号叫 因为上级的催促 因为没有证据 也因为心快被小猫偷走 她想要尽快结案 然而结案之前 下属却又发来了一张中文文件 宋瑞来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她杀死的是自己的妈妈 她发信息问她有何感想 却收到请来我家 她一边开车一边刮着胡子 速度加到了一百多码 她给她倒了茶 讲起她的往事 母亲得了绝症 一天比一天痛苦 希望等护工的女儿 能替她了结生命 然后带她的骨灰 回韩国的锄头山 那儿是她的家乡 了结母亲的生命 只需要四颗芬太尼 瑞来还多准备了四颗 贴在母亲和老爷的骨灰和盖子内 大概是留给自己的 接着她拿出了几封匿名威胁信 和一封有死者笔记的遗书 她的丈夫因为被举报受贿 选择自杀 证据确凿海峻终于有些幸福了 她却还有个无关的问题问她 为什么要嫁给那种男人 瑞来告诉她 那个男人听过她的故事 见过刚偷渡过来的她 最悲惨的一面 她接受她的一切 对她来说 这就是爱的证明 验证过遗书的笔记后 案子终于解了 下属却怎么都不相信 谁来是清白的 甚至还去她家里乱砸东西 说是残局的 自然是海峻 临走时 想到再也不能见到她 虽有些回到正轨的庆幸 更多的却是不舍 于是破天荒让她去了她家 还专门为她做了中餐 她在她的家里转悠 发现了她的汉语学习书 和她家里一样的酒 一样的羽毛 那是她用力接近她的证明 还有满墙的未解悬案 其中有许多是她的照片 与案件无关 却没力 聊到海峻的失眠问题 瑞来说 那是因为那些未解悬案 在朝她悲鸣 其中有一桩困扰了她三年 罪犯洪尚武 已经被确定为真凶 却一直会被抓获 她只能让下属 从洪尚武的十几个女友入手 却始终一无所获 比起死亡 洪尚武更害怕监狱 她绝不会轻易上前查抓住 唯一坐过一个月的牢 是为了一个女人 因为误会她找了别的男人 而抱着要坐牢的决心 把那男人打了个半死 但那个女人已经结婚了 还在偏远的地方 开了家里发电 并不是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 理性思维的海峻 被瑞来的话点醒 她放了 即便是穷凶恶极的杀人犯 心中也会有一块柔软之地 她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地址 洪尚武果然在那里 在天台僵持时 洪尚武选择自我了结 死在爱人的呼唤之中 海峻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爱上不该爱上的人 任由这份爱滋长 唯一的结局是通向毁灭 海峻明白这道理 却也无法阻止自己爱上瑞来 这个案子结束后 他们更亲近了 她去她家哄她睡觉 甚至还一起外出约会 她把遗解案件的照片 扶植一句 再删掉她跟踪她时的语音记录 帮她消除案子带来的梦魇 他们的呼吸同步在一起 在黑暗中化身自在漂浮的水母 语言陌生 心却相通 这样的时刻太过珍贵美好 以至于很快就要消逝 瑞来发短信告诉她 一个奶奶病危 她在医院照顾 没办法去照顾周一的奶奶 海峻主动提出帮忙 按摩的时候 奶奶提起瑞来的手 最近起了很多茧子 这让海峻有些疑惑 而后在帮奶奶清理文件的时候 她发现她和瑞来用的是同一款手机 还看到了案发那天 手机上的运动记录 138层楼 年迈的老人不可能爬138层楼 这个手机绝对被带到了某个高处 但那天瑞来的不在场证明 怎么解释呢 奶奶家的后门是个监控死角 案发那天 瑞来从前门进来 换完手机后就从后门撤离 到下班时间又从前门出去 机构打来的电话 是她在山上接的 丈夫攀登的是困难路线 她便在简单路线等着 等丈夫一上来 把她推下去 海峻没有选择把证物上交 而是先去她家 等待她的解释 受到家暴的她 被移民局的丈夫威胁 不许报警 否则把她遣返中国 那些举报信都是她的手笔 而那封遗书信件 她只改变了信封内的内容 信封外 确实是丈夫的自己 就连下手来她家乱砸东西 都是假的 可顺来说 警察喝完酒出现在女人家 本来就是暴力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趁海峻不注意 瑞来点开了录音 引着她说出足以作为把柄的话 即使明白了这一切 她也很不下心怪罪她 被她吸引的她 已经完全崩坏了 无法分清是对是错 她对案件的执着 统统化成了希望她 能够过得好的妥协 海峻离开后 热来查起崩坏的意思 忍不住湿了眼眶 一直到那句话之前 她都以为 她不过是那些 浩瑟之徒中的一个 她爱上了她 在她离开之际 海峻来到了妻子所在的离谱 离谱常年多物 偏僻而安定 不会有什么命案 只是在这样的和平之中 海峻的生活也随之死去了 再也没有一个夜晚能够入眠 瑞来的身影 总是浮现在她脑海 挥之不去 一年后的某次消防演习 她在办公楼 看到了瑞来的身影 本以为是幻觉 过了几天 却又在菜市 碰见了瑞来和她的丈夫 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和一个粗俗的诈骗犯在一起 穿得贵气 却艳俗 唯一不变的 是那谜一样的气质 趁着妻子和瑞来的丈夫 交换名片的时间 他们的眼神 交汇又躲闪 藏着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 见到她没够多久 离谱就发生了这一年来 第一起命案 瑞来的老公死了 死者被捅了十七刀 躺在干涸的泳池里 犯人确定是左撇子 第一发现人是瑞来 此刻她站在海边 背对着她 她朝她走去 心底揣着怒火 一半是为这桩案子 一半是怪她 为什么又让自己伸出险境 看着她擒着泪水的眼 她再也说不出什么 只告诉她 这次的不在场证明 必须坚不可摧 可她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这个男人看似是个爆发户 其实欠了一屁股债 却还逞能租下豪宅 嫁给这个男人 并不是为了钱 她说是为了下定 和某个男人分手的决心 随着案件的调查 海军发现 案发那天 瑞来曾出现在海边 穿着那条蓝绿色的裙子 向海做出了招手的动作 她决定去瑞来家里 寻找那件裙子 没想到一开门 就撞住了她的拥抱 那件裙子早已被焚毁了 发现丈夫死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 是清理干净血迹 她知道海军不喜欢血的味道 裙子由此尖上了血 而她的陈述 足以让海军 把她作为犯罪嫌疑人 抓起来了 二号嫌犯是被死者诈骗的受害者 有暴力倾向 母亲因为被死者诈骗 引发重病 前几天去世了 她一来到警察局 就情绪激动地宣布了自己 会给母亲报仇 而杀人的事实 眼尖着案子要破了 海军却仍高兴不起来 妻子告诉她 几天前的夜晚 死者曾给她打过好几个电话 但当时她并没有接到 更让人疑惑的是 死者死后 她的手机信号 却还在海边时隐时限 这让海军想到 瑞莱当时不是在向大海招手 而是扔了她丈夫的手机 与此同时 瑞莱语音手表里的记录 也掉出来了 每一条语音 都与海军有关 最后一条 是那天她在海边质问她之前 她说的话 海军又一次来到瑞莱的家 她却说她在锄头山 妈妈告诉她 只要伤心了 就来锄头山 他们一起爬上锄头山的顶峰 瑞莱说 她总是和那样的男人结婚 是因为海军这样可靠的人 不会和她结婚 她知道她有多迷恋她 那天在市场碰见她以后 她一定又活过来了 她总是能这样 轻易地 把她压制的情感释放出来 내가瑞莱씨 왜 좋아하는지 궁금하죠 瑞莱씨는요 몸이 꼬꼬해요 긴장하지 않으면서 그렇게 똑바른 사람은 드물어요 내가 여러 가지를 말해준다고 생각합니다 梅雾的锄头山 一切都清晰彻骨 她把千里迢迢带来的骨灰坛交给她 让她帮忙洒在空中 她一步步向悬崖上的她走来 不是为了伤害她 只是为了再一次感受她的温度 她给她看那个她不曾丢弃的手机 让她拿着她重新调查 她已经完成了母亲和老爷的愿望 此刻的她再没有什么牵挂 刺眼的白光下是无法回避的真心 他们结婚了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前往警局的路上 被靠在一起的左右手紧紧握在一起 就像互相依存着的光明和黑暗 回到家后 海军的妻子无声地摊牌了 他常提起的那个同事 帮他搬离了他与海军的家 不久死者的那个手机也终于被捞上来了 里面的内容令海军大吃一惊 案发前一天晚上 死者告诉瑞来 他会把瑞来和海军的录音 发给海军的妻子 让他知道他们之间的那些事 而瑞来的回复是 让他明早回来 他已经约好了和客户一起吃饭 海军没有想到 这桩案子居然与他有关 怀着复杂的心情 他再次找到了二号犯人 问他有没有在母亲去世那天 见过瑞来 犯人告诉海军 那天瑞来来探病了 还给他母亲按摩得很舒服 看母亲开心 他也开心地出门吃了个早餐 回来 母亲说自己有些昏沉 便睡过去了 再也没醒来过 海军想起 那天在锄头山 他看到骨灰盖子上 没有了芬太尼 他明白了 瑞来杀的是老人 因为二号犯人曾说过 只要母亲死了 他一定会杀瑞来丈夫报仇 海军打电话给瑞来求证 一边还开车 跟着瑞来手机定位 他问他 死者说的 他们之间的录音是什么 瑞来告诉他 里面是他说爱他的声音 海军却想不起来 他哪一刻说了爱他 他无法跨越语言的沟壑 却也听懂了其中的悲伤 接着他说 把那部手机扔到更深的大海吧 海军听见车熄灭 听到了他的离开 却不知他到底要去往何处 跟着定位 他来到了海边 他的心里莫名慌乱了起来 大海寂寞不语 只看着他如浮头苍蝇般乱窜 天色已晚 到了涨潮的时间 他心里有种危险的预感 他再也找不到他了 他再度崩溃了 雨无伦次的腰下属 赶快带人过来 眼前是海 是瑞来喜欢的海 也是可以吞没他的海 他拿出手机 想听听他说的我爱你 到底是哪一句 钻进他耳朵的去是 他决定离开他时 说的话 这就是那句 他爱他的声音 即便没有翻译 他也明白了他的心意 瑞来爱他的缘由 是因为他可以完全接纳他 看到他 爱他 他不是蛇仙美人 亦不是柔弱花瓶 只是为了一点点奢侈的爱 他义无反顾地走入歧途 走到今天 在海峻追上来之前 他就把自己放进沙坑 就像埋葬那只无辜的鸟那样 任由海浪用沙子 一点点将他掩埋 那是他想要的 死去的方式 而此刻 海峻在茫茫海滩寻找他 他知道 他会找到他 然后和他生活在白日之下 看完解说想找人聊聊 想找和你观言口味一致的朋友 就来开星球 你可以从故事 演技 BGM和美术四个维度 挖掘地影的绝妙之处 也可以与他一起 PK猜定游戏 你也可以用手绘电影壁纸 装饰你的生活 有些话你可以悄悄说 也可以在广场大声吼 射孔和射牛 都能找到自己的地盘 K星球 一个严肃 有趣的顶交友社区 我是小明的媳妇 欢迎点赞收藏关注 别忘了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 请不吝点赞收藏关注